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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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今天可以邀請到 鄭委員唐鳳 來做這場演講的講者 那我想應該不需要我們多介紹 這個老師能夠細數 他做過的事情 但是大家知道的內容 李宗盛還要清楚 在課課堂的說明上 就覺得邀請是正偉人 但是可能大家更認識他的身分 是一個網路程式設計師 網路程式設計師 說來也不甚稀奇 本校應該隨手一抓就一串尾抓出來 那唐鳳特別在哪裡呢 他做過的許多的事情 他是串聯了許多人 一起去完成一件地位的工作 比如說他做了這個 他也做了這個網路協作的 這個線上開放的字典 叫萌典 那很有成為理事政府 很多人都看過這個 理事政府上面直播的這個影片 他做的這些事情 呃 大家或多或少在網路上 對他有一些過深過錢的認識 他今天 然後說 他今天也講的方式呢 沒有一個固定的題目 而且他也講的是 不學問決定的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手機的話呢 請連結上這個 這個網頁上面的這個網頁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請直接在這個網頁上面 問兩頓 他會直接回答 但是作為這堂課 有一段時間老師 我心裡面其實非常恐懼 唐鳳你可能會 一個問題也生不到怎麼辦 希望今天不會有這麼尷尬的情況發生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你們 請大家熱烈的歡迎 好 大家好 非常高興到這邊 程如老師說的 就是我的演講的題目 完全是各位決定的 請連到slido.com 輸入1220 大家就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 可以發文的聊天室 我們以前呢 就是如果要舉手 或者要拒名的話呢 確實可能問題會比較深 或收到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這樣子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匿名的時候 就會收到一些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有兩個規則 一個就是說呢 大家盡量匿名的 把想聽到的東西拋出來 那第二個規則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 你也想要問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數越高的 它會浮到越上面 我會按照讚數越高的 越先回答 因為好比像說 一個問題有十個人按讚 我就表示說 我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就等於一次回答了十個人的問題 這樣子就比較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所以 從現在開始到 3點10分嘛 這中間 我就盡可能的 就是把大家問題都回答 那如果大家問題問的太多 那這樣子 我可能到最後 只能用快問快答的方式來處理 不一定能夠處理完 那如果大家問的問題太少 可能我們講了半小時之後 大家就沒有問題要問了 我們就提早下課 但是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也不覺得今天會發生 好 那你看 馬上就有八個問題了嘛 所以這個就過了 所以 老師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 另外還有就是說 它最底下的是一個最新問題 所以好比像說 我現在在講到一半的時候 如果有人想要補充或者打斷 或者就在底下跟別人聊起來了的話 也可以用底下的這個最新問題 來當作聊天室來使用 那我基本上就是盡可能的去回答 那有位朋友問說這個 我能不能夠現場表演 害禁交代的網站 目前已經有33個贊了 大家都非常想要看到這個表演 答案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 我雖然是一個hacker 但是我是所謂的公民hacker 就是Civic Hacker 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這種 害禁網站的是 它是Cyber Security Hacker 就是資安上面的hacker 資安上面的hacker 大部分大家可能知道 是有戴白帽子的 跟有戴黑帽子的這兩種 戴黑帽子的就是說 他看到一個系統有一些弱點 然後去使用這些弱點 去做一些自私的一些行為 或一些破壞性的行為 就好像你看到別人的窗戶沒關 然後你就進去拿點東西這樣 那白帽子的hacker 他是看到一個資訊系統有一些弱點 然後他就很主動告訴屋主 說你這個窗戶沒鎖等等 就是說他會把一個有弱點的系統 把它補強變成一個 這個弱點比較少的系統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 資安及國安的這個政策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一到行政院裡面 我就自己去編譯行政院裡面 電腦的Linux kernel 就加了SE Linux 然後自己加了一套協作的系統 叫做SendStore 那這套系統呢 它的特色就是說 不管人在哪裡 我都可以直接的去看到 我所有的其他的同事在做什麼 這裡面就是一大堆 這個開放緣碼的一些城市 那這些城市都是跑在一個政府網站 GLV.TW裡面 所以說隨時呢 我的所有的二十幾個同事 在做什麼 我就是用一個叫做We Can 也是一個自由軟體的一個東西 我就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每個人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每張卡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架了這套系統之後呢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請我們的資安處去找台灣最厲害的一些白毛駭客 好比像說像HeCon團隊裡面的一個DevCore 他們就是在這一次的那個DevCon CTF裡面拿到第二名嘛 總統還頒獎給他們的這些很強大的高手們 這些白帽子的駭客們來試著打這套系統 然後呢 他們打一打呢 而且這個不是只是從外面打 因為這套系統整個都是開放緣嘛 所以他們是看著這些C++城市嘛 一行一行去試著去打 那打一打之後呢 也找到一些比較小的一些弱點 但是其實並沒有找到真正的 這個大的漏洞 那所以我們又請祭福中心再打了一次 那這兩組白毛駭客打完之後 我們大概就蠻確定說 除非你比世界冠軍還要厲害 不然的話這套系統應該大概是可以處理 就是公務員的需求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樣子的白毛駭客的這個幫助之下 去架了這一套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intranet就是內部網路裡面 甚至自己寫 你想要寫的可能 比方說我們就有一個同事寫了一個訂便當的系統 那任何人都可以這個 上傳就是行政院旁邊80塊的菜單 然後大家就直接團購訂便當 然後我們就下單了等等 那他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去想底下的ACL啊 全線控制啊 capacity啊或者是任何資安的部分 因為這個底層的sandbox系統已經被白毛駭客做過了這個測試 那但是呢 我自己既不是白毛駭客也不是黑毛駭客 我是公民駭客 所以說我看到一套系統 而我看到它一些弱點的時候呢 我其實在資安上面只有基本的常識 我不是真的很厲害 那我比較強大的地方是在我會做一套新的系統 而這套新的系統沒有本來的系統的這些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是不管是看現有的法律系統 現有的行政系統公共行政的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我們就是試著看它目前有什麼問題 但既不是用它來牟利 也不是告訴這個舊的系統你要怎麼修修補補 把它稍微修一下 而是我們做一些新的系統 來讓這些舊的系統的問題 不會再被新的世代的朋友們 就是讓他們感到那麼辛苦 有19位朋友想知道說 昨天晚上在洗澡的時候 右邊的耳朵就一直堵住 到底要怎麼辦 那這個呢我想就是有病就要看醫生 這個是 就是絕對不要放棄治療 放棄治療的話可能會導致中耳炎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如果這個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不需要待到這堂課結束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醫生的 好 有一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這個網路上面的很多資訊 說唐鳳常常拒絕出席致 通常都是以錄影代替 為什麼會願意來交大演講 這原因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當了政務委員之後 非常非常多的人呢都希望我去致辭 可是致辭呢他其實不想要對我說什麼 他只是想要我說些話 而且呢我說些話他也不是真的想聽這些話 他只是想要攝影記者看到唐鳳在這邊講一些話 那有的時候呢我連話都沒有講的機會 就只是剪彩啊或者是這個開幕啊 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儀式性的舉牌的這種動作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浪費時間 超級浪費時間 而且呢我的同事們呢也都這個深以為苦 所以呢後來呢我就發現說 凡是我要出席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不是真的能夠有對談 而是真的只是需要我講幾句話 讓新聞記者知道我很在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批次處理 所以說呢我每周六大概最多到周日 我就是在批次錄我的下一個禮拜 他可能十個或者甚至有時候十幾個 想要邀我出席演講致辭的朋友 然後呢我就會批次去錄 那錄完之後呢我就一個一個都發給大家 那發給大家之後為什麼他們會同意呢 是因為我就會在Facebook上面呢同時去幫他轉貼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他們也達到了宣傳的效果 記者呢也有一個畫面可以拍 然後呢我呢就只需要在同一個地方 批次的不斷的去錄就可以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用了各種 什麼YouTube上面的一些filter啊 一些濾鏡啊 在家裡還自己弄了一個濾幕啊 然後播放的那一端呢也一直在技術升級 有人是用一個機器人可以走來走去 在iPad上面播我的預錄 有的是用網紗投影 就是看起來就好像全席投影那樣子 如果有看過星際大戰的話 那等等就是說那就不只是在台灣 在全世界的各個地方都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跟我互動 那為什麼會願意來教他就是因為說 其實我現在在講什麼完全是各位決定的 我是對大家問什麼問題有興趣 那這樣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對談 所以這個才比較值得在現場這邊來 那這樣子一套系統其實它的目的只是讓我們大家注意力 能夠同時放在某一個問題上 它並沒有辦法取代這種人員面對面的一種交流 所以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學校搖我演講 我基本上都不會拒絕 有位朋友問說台灣的資訊業是不是有未來 是當然是有未來的 而且未來是由您創造的 你到底要聽什麼呢 台灣資訊業的未來是 現在其實並沒有這個單純的資訊業的這個概念了 就是就好像說大家常常說數位證違 數位證違 可是每一個部會裡面其實都在進行數位轉換 數位轉型 所以其實可能從現在算起過五年十年 可能要特別有一個類比證違 去管那些還沒有數位化的 而所有的其他東西都已經數位化了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所謂的資訊業現在它也越來越不是好像傳統上 你只需要跟特定的硬體 特定的演算法 特定的某一個分層裡面的這個東西打交道 我們已經看到資訊它是滲入生活的每一個不同的部分 所以很多時候它就是要跟人打交道 不管是做互動設計 做服務設計 去做各種各樣的就是User Experience 或者是如果是AI的話 它裡面還有各種就是你要怎麼判斷情緒 甚至你要怎麼合成出情緒等等的這些部分 它是非常接近於人的 而那些比較就是操作性的部分 當然因為現在隨著AI這些東西出現 這個東西慢慢又會被自動化掉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資訊業 它是變成是所有其他的產業的底層 它不是它自己好像說 這個賺了很多錢 雖然可能還是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就是說 不是它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做什麼product 它變成一個service 然後這個service 讓所有它碰到的產業 在數位轉換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省非常多的人力跟時間 那省人力跟時間基本上就是省錢嘛 然後有位朋友馬上問說 請問我流暢法不會覺得很熱 現在是冬天 並不會覺得很熱 謝謝你 OK OK Anyway 對 那所以我想我剛剛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自己一向都是自由軟體做開放緣馬的 所以我們在資訊業裡面做這樣子的工作 它就是一個enabler 就是說本來不存在的行業可以因為我們做的這些開放的資訊的基礎建設而存在 好比像Google Google是一家公司 大家可能有聽過 但在它還是一家小公司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情其實是在他們的伺服器裡面 用一個叫Pagerank的演算法 那他們都是跑在自己改過的一個叫做Linux的作業系統上面 如果當時沒有Linux或者BSD 或者這些開放的作業系統給他們用 他們每一台機器都必須要付Windows的授權費 Windows Server的授權費的話 根本就沒有Google 因為這件事情這種非常多個電腦的分散式的新的這種innovation 它必須要是第一個就是它不需要把每台支付授權費 以及第二個它要能夠自己去改這個Kernel的演算法的 那在這兩個條件存在之下我們才有Google 也才有現在超級電腦 現在超級電腦基本上全部都是跑Linux 所以在這樣子的概念裡面就是說我們做Linux 並不是說我做Linux就可以賺大錢 而是說做Linux就可以讓人類本來不能夠做的一些事情 變成可以做來創造新的產業 那接下來有21位朋友想要知道 請問為什麼政府的網頁都那麼醜而且又難用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而且我們有個project專門來處理這個 我先講我自己的經驗好了 剛剛主持人在介紹的時候有說我們做蒙點這個網站 我們做蒙點這個網站的原因就是因為教育部的重編過程 國語詞典在那個時候是非常醜而且非常難用的 可是教育部的重編過語詞典其實是從1996年就已經存在的一個網站 那那個網站如果你去看它原始碼 它還會跟你說這個最好使用Internet Explorer 6.0以上 或者Netscape 4.7以上的瀏覽器 那個以上沒有意義 Netscape 4.7以後沒有出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在當時它是非常尖端的網站 它可能是1996年的State of the Art 但是當然就是一個網站它放了那麼久 我們說bit rot 就是就算是未原也是會腐朽的 也就是它沒有辦法與時俱進的去跟上去 可是它又還是堪用 而政府在驗收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管那個KPI嘛 就是一個步驟能不能用那個步驟能不能用 所以其實它對使用者的服務的那個就是感受 其實並沒有那麼強的了解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在最近 我們就在5月1號報學軟體的時候 我們就在我們的國發會的Join這個連署平台 就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提出報學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它呢用的是Mac 那但是你用Linux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說它用的是一個叫做Java Applet的技術 希望大家都已經沒有再用這個技術了 這個技術的原廠已經不維護了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用 真的是超難用 然後呢我們的一些立法委員 就是包含這個最近這個沒有被罷免的那一位 就是自己這個花了4個小時去試 然後就還是沒有辦法用Mac報稅 所以它確實難用到爆炸 但是呢其實呢 國稅局有一本說明書說 你如果每個步驟都操作正確 而且你跳過很多憑證不安全的這個警告的話 你到最後是會報稅成功的 只是你要花4個小時 那所以他們在驗收的時候 每個勾都有勾啊 那但是就是超難用 好所以它覺得難用到爆炸 那在以前呢這個 如果我們這個政府只有媒體聯絡人 或者只有國會聯絡人 那就會出來這個講一些無關痛癢的話 然後這個隔了一年之後 報稅問題還是一樣難用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就是我們每一個部會都有人專門處理這樣子冒出來的 這要講什麼 負能量 對 冒出來的負能量 那在這個聯署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強大的負能量 那所以我們的財政部的PO 就馬上在我們的聊天室的群組 我們在Sandstorm上面有一個跨部會 三十幾個部會有大概五十幾個人的一個群組 他就馬上這個拋出來說 這個負能量來襲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那所以呢我們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開了一場協作會議 協作會議就是把各個不同專業 不同領域的利益關係人 約到同一個地方 用貼便利貼的方式 試著把大家看到的問題講清楚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負能量發電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就發現說在聯署裡面罵得最凶 負能量最強的那些朋友們 每一個都是 他可能是使用者體驗的設計師 他可能是service designer 他可能是就是很專業的五樓們 那為什麼他們罵得這麼凶 就是因為他們比政府懂嘛 那所以這是第一次說財政部就大方的承認說 好啦我們不懂這個小明比較懂 那所以大家就這個跑進來 那跑進來之後我們就用user journey 這是很標準的一個服務設計的一個方法 去把我們報稅的每一個過程都這樣子貼起來 那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哦原來我們在一開始開標案 開RFP的時候 其實重點其實並不是說 它的功能到底這個能做那個能做還是怎麼樣 而是在每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使用者是不是夠清楚的知道 他要做什麼 以及使用者的情緒是不是會受影響 那當然一個好的使用者就是體驗 或者說服務設計的目標 是讓使用者的情緒 從第一個touchpoint到最後一個touchpoint 他的情緒要越來越好 越來越高興 那在報稅軟體 這個可能超過政府的能力 你要報完稅心情會變好 這個當然是做不到 我們到現在還是沒有找到設計師敢說 我們設計報稅軟體 報完稅之後大家心情就很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做不到 但是至少心情不要變很差 這個應該是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把每個touchpoint這樣做出來 然後就開了五次的兼序的工作坊 在工作坊裡面我們就把廠商 然後把就是財政部以及跨部會的朋友們 然後以及服務設計師 以及所有這些罵得最兇的人 這個負能量都導引進來 那我們在五次工作坊之後 就整個把工作體驗去改善 那改善之後 今年長這樣 明年就會長這樣 所以明年我們就終於會有一個 就是跨平台的這樣子一個 很不錯的報稅軟體的體驗 所以不管是蒙點是看不順眼教育部 然後就把它網頁拆了 然後自己架 又或者是說這些看不順眼報稅軟體的朋友 把它拆了 然後我們一起架 它的目的都是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叫forked government 就是說政府什麼做不好 我們就把它分叉出來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提供一樣的服務 但是把這叫代用政府 就像代用咖啡一樣 就是說我們把政府應該要怎麼做 把它做出來一次給政府看 但是因為我們拋棄了著作權 所以說政府就可以把它拿去使用 所以這個院長 就是林娟院長當時看到這個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他就問我們能不能規模化 規模化的意思就是我們去把 所有的三十幾個部會 二級機關 所有508個網站 每一個網站 都做一次這樣子的體驗的檢視 那這樣子體驗檢視 我們一開始最簡單的 就是它在行動裝置上面 可能iPad上面看起來 到底會不會跟IE看起來一樣 事實上都不會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跟15個大專的實習生 然後一起工作 那這是第一次我們的中央部會去跟 就是不是在台北的實習生 有些人在新竹 有些人是在高雄 有些人是在花蓮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用了2015年的一個 遠距勞動的這樣一個法制的規定 所以它可以是我們辦公室的實習生 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像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一樣 那大家做的事情就是去看每一個這個部會 然後呢 每一個部會的每一個網站 然後呢 去找出它的使用者體驗上面 在行動裝置 跑板的情況啊 或之類的情況 但是呢 同樣就是不只是負能量的部分 我們在每一個網頁底下呢 我們又會有五個資訊生 那這些資訊生 都是一些SeaCon的這個大大們 他們就是在看了這些回報之後 就會去改 然後就會告訴大家說 你這邊怎麼改CSS啊 JavaScript啊 改一下 它的體驗顯然就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把這508個 用這種分散式的方式 只花了兩個月15個人的時間 就都寫了建議書 然後我們現在在發公文給每一個機關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未來就會有改善 但是這個東西它只不過是行動裝置而已 還有非常多的體驗 好比像說英文版本 好比像說無障礙的版本 好比像說可能不是網頁 而是其他的服務 那沒有關係 我們在明年會過大舉辦 可能就不是15個實習生 而是150個實習生 就是大家這個平常 罵政府罵得最厲害的 就可以這個來申請加入我們的實習 有一位朋友想知道說 這個可以介紹一下 有一位朋友馬上問我的薪水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這麼關心 每個月實領大概19萬 18萬左右 那這個薪水是我之前 就是在矽谷當顧問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一個復仇用的一個職位 好大概是這樣子 OK 有一位朋友說 身為一個為政府工作的高智商天才 對於在立法院打架的那些人有什麼看法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我是和政府一起工作 我不是為政府工作 我每次有外國記者來的時候 我都很強調說 我是working with 台灣 不是working for 台灣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弄的這一套 就是叫做open policy making 就是開放式的政策制定 這個東西它本來就不是只是限定在單一的國家 單一的城市這個範圍的 我們處理到跨境電商的問題的時候 Facebook也得進來一起討論 我們處理到很多人權的問題的時候 還有國際的朋友們也可以進來討論 也就是說這個工作的範圍 本來就不是限定在單一的一個政府 那當然更沒有為政府工作這件事情 那當然大家就會問了 那你在外交啊 國防啊 兩岸啊這些部分 它是有一些 你要為特定國家工作的這種機密的一種性質嘛 那我的回答就是說 我完全不參與這些 這是我的牢固協商的三個條件之一 就是說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要可以公開 所以機密的東西我當然就不能看到 所以每次要有國防演習的時候 我就請一天的試駕 所以我到現在連這個就是指揮所 跟這個避難的地方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我完全不參與這個國家機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才可以說我是working with 台灣 另外就是說對於在立法院打架的朋友們 有什麼看法 我是覺得說 它那個場域本身 它就是限制了 就是你能夠表現的一個程度 那好比像說 像在攝影集 或者在直播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很多的立法委員朋友們 就算是他有相當多的具體的政策 想要討論想要好好討論 但是呢他還是必須要去照顧到說 他如果完全只是講這些東西的話 他在媒體上面的曝光的程度 或者他在國會無雙上面曝光的程度 或者在其他的channel上面曝光的程度 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他的這個工作性質 跟他的表演性質 這兩個可能是分不開的 那這個其實是任何代理的民主制度 它在設計上 本來就裡面有這樣子的成分 也不是只有台灣獨有 所以我想就是說 很多就是Medium決定Message吧 就是說這樣子一個場域 它本來就決定了 它用來傳達一些訊息的一些方法 那我覺得並不是特定的人的問題 而是說這個場域 它就是有這些遊戲的規則 有19位朋友想要知道 政務委員的工作是什麼 按照目前的這個法律 政務委員做的事情 他就是在行政院的院長 跟各部會的首長中間的橋樑 那政務委員做的事情有兩種 一種是說有一件事情 各個部會都有關聯 好比像說像社會企業 或者是說像青年事務 我們並沒有一個單一的部會 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而是可能十個部會 每一個都有跟這個相關的一些政策 那這個時候為了確保說 每個部會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為了打破這個所謂的骨倉效應 那我們就需要有一個政務委員 他腦裡要裝每一個部會 在這些業務上面各自做什麼 去把部會的分工去做好 這個是在就是 怎麼講呢 比較正常的情況下 比較不正常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某件事情出現了 可是每個部會都覺得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呢 他變成完全沒有部會肯管 好比像說 之前電子競技的朋友 電子競技的朋友呢 也是非常沒有人權的 也就是說呢 籃球選手有的 這個棒球選手有的 他也沒有 圍棋跟橋排選手有的 他也沒有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部 覺得說這可能不是一種傳統文化 不像圍棋嘛 這可能比較應該算是一種運動 一種體育 那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教育部的體育署呢 當時就是覺得說 啊這怎麼是體育呢 明明就是動腦袋的東西啊 而且呢 這個是電子嘛 電子應該算是經濟部 但是經濟部的朋友就是說 我們只是管做這種硬體啊 最多就是補助一些軟體嘛 那競技選手這件事情 它應該是一種技藝啊 一種文化 應該是文化部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就產生出一個就是沒有人要管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種比較不尋常的情況下 政務委員也會介入 那我們介入的時候 我們做的事情 並不是自己就把它攬下來 而是我們去透過 一整套協調的方法 去讓每一個部會都知道說 我可以去管我該管的那一小部分 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呢 也有別的部會願意去做 也就是說一件事情會卡在這種恩不管地帶 最大部分在公務體系裡面的原因就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我如果要出頭去管我該管的那一小部分的話 剩下別人不管的部分也都會落到我頭上 他就會被不當克責 但是呢這個就會大家就陷入一個 比較差的這個納許平衡裡面 所以說政務委員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有點像是群眾募資一樣 就是說呢你要每一個人都commit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 每個人commit之前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但是等每個人都願意commit 文化部說 替代議我願意管 那體育署這個說 好啦他不是體育 但是是運動 運動的部分我可以管 那這個經濟部也願意去做一些事之後呢 這三個部會各自認領三分之一 忽然之間電競選手就有這個平權了嘛 所以說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作為一個 我們叫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一個激進式透明的政務委員 我的協調方法並不是說我很英明 所以我就決定誰要做什麼 我的協調方法就是說我在公聽會 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讓所有這些定進選手 這些利益關係人現身說法 自己把自己碰到所有問題都講出來 然後我們全部做成株子稿 然後我們就暗自管考 我就拿所有的這些選手裡面 講到學業的部分 一個一個去問教育部 那有些呢他們就同意了 就亮綠燈 有些不同意就亮這個黃燈 那有些這個根本就是還在推 那就亮驚嘆號 那我的概念就是說 反正只要最後大家沒有喬定 大家就下個禮拜再來開會 那但是呢在兩次會議中間 我會把逐字稿呢全部公布 給所有人知道 在大家稍微編修之後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特別做才示 但是呢如果有人想出創意的解法 那這個credit也是這個事物觀的 不會是我的 那在專業的這個朋友們 看完這個逐字稿之後 我就會去網路上面去看 好比像說PTT的八卦版 LOL版 巴哈姆特 Mobile01 Yahoo電競 Dcar 這個各種各樣的地方 有講到這個逐字稿的人 那當然呢一開始的前幾個留言 都是非常非常無腦的 因為他們還沒有看完就留言了嘛 那但是大部分可能只看標題 可能標題也沒看 好那但是呢 通常到第五個留言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非常專業的意見 去告訴你應該要看哪一條法規 或者是說應該要做什麼處理 那這個就是專業的五樓 所以為什麼到第五個留言會這麼專業呢 我自己的猜想是說 他是第一個真的看完了 然後留言的 為什麼他能這麼快看完 是因為他有domain knowledge 所以呢他就可以很快看完 然後做出切忠要害的這個發言 所以五樓是非常非常專業 那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就會在下一次會議裡面 跟大家說PTT八卦版上面 專業的五樓 跟大家做這個建議 各位覺得怎麼樣啊 那當然那些沒有建設性的 我是不會帶到行政院裡面的 所以呢 從外面的角度 因為行政院的這些事務官們 大概都把自己的發言編輯到很合邏輯嘛 就覺得這個行政院裡面的人很專業 那同樣道理 行政院裡面呢 因為我帶進來都是很專業的五樓 也覺得啊網友真的是很專業 那所以在這兩這個 雙方彼此互相相信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慢慢慢慢找到可行方案 那等全部都可行之後 我們這個政策就形成了 那這三個部會就各自管各自的 那現在這個電競就是一個運動了 然後也是文化部也做替代役了 然後經濟部也知道該怎麼樣處理電競的 相關的國外比賽啊等等的申請 所以這件事情就處理完了 那它分到各部會之後 那我就不需要特別做什麼了 我就是去搞清楚每個部會 現在它的處理的進度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說在狀態好的時候 去協調各個部會該做的事情 在狀態不好大家互相踢皮球的時候 確定這個球都有人接 大概是這樣 有位網友這個叫做妹妹 她想要問她是不是存在 這個非常非常有趣 這個是就像那個薛丁格的貓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在八卦板上面一PO文的話 可能就不存在 但是如果不PO文的話呢 大概就是存在的 大概是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位朋友說 可以介紹一下如何挖比特幣加密 或比比特幣的前景 如何挖比特幣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文章 叫做如何用鉛筆跟紙去挖比特幣 就是how to mine bitcoin with pencil and pamper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它去把那個裡面的加密演算法 小二五六的計算方式 這個解說的蠻好的 那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 倒不是說她用什麼特定的演算法 像萊特幣她用的script 或其他演算法 那她的目的是說 在挖比特幣的過程裡面 是說我們現在在這邊 然後大家都有一本帳本 然後在這個分散式帳本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交易 那在作為這些交易呢 如果在以前就是你要透過中央銀行 或者是某些清算的這個中心 Western Union之類 來確保驗證說這些交易 它全部加起來是一致的嘛 就是我這邊加多少錢 它要減多少錢等等 那但是呢比特幣的設計 就是說你去算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個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呢 每個人都好像是丟骰子 送樂透一樣 只有非常小的機率 你能夠是比別人都先解出來 但是有先解出來的那個人 他就有能力去驗算 在這段時間裡面所有發生的交易 然後呢以他的版本為準 然後其他的朋友呢 就要一個一個一個接下去 所以為什麼叫區塊鏈 因為每一個這種亂術 產生的這個這一輪的leader 他跟下一輪的leader中間 是用一個鏈的方式去存在的 那因為這個亂術 這個非常非常難這個曉到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不會被任何特定的單一方去控制 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那他的前景 就是他到底能不能夠當作一個貨幣用 我們目前在台灣 我們中央銀行 或者是金融會的態度是 他還不是貨幣 那他就是一個分散式的帳本 或者他是一種高度投機性的 一種電子的商品 那但是他作為分散式的帳本 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很好用了 好比像說有一個社會企業 他叫做杜杜克 那這個社會企業做的事情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 謝謝 就是他會去把各種各樣的群眾募資的專案 他募的還是新台幣 他並不是比特幣 但是呢 當你就是看這些 我也不知道大家對什麼東西比較有興趣 Anyway 隨便 好這個 然後他就可以去在一個區塊鏈裡面 他用的是以太方 去看說每一個人他的資金的流向 以及他的資金 如果他有經過中介組織的話 這個例子不是很好 因為他只有一層 但是Anyway 他可以透過一些tracking的方式 讓大家在這個區塊鏈上面知道說 這些善款從哪裡來 然後流到哪裡 然後用到哪裡等等 那區塊鏈在這裡有兩個特色 很適合用來做這件事情使用 一個是說他不可篡改 所以說就算這個網站的站長想要改 他也不能夠改這個東西 每個人都可以去驗算 誰都不需要相信任何人 因為這個consensus是大家一起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是獨立於特定的節點存在 所以即使這個網站倒了 那它還是在全世界各個不同的電腦裡面 它基本上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只要還有人在用這個區塊鏈 那這個就是責性吧 就是accountability的架構 就可以一直存在這邊 那這樣你在捐錢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這個 你的錢會被吞掉的這個感覺 那比較沒有這個感覺 你就會比較願意捐錢 那所以這是一個責性的一個架構 但是呢在這邊track的錢是什麼呢 它還是新台幣 它不是以太房 它也不是比特幣 所以說它作為一個分散式 能夠讓這個byzantine for tolerance這個問題 可以得到解決的一個資料庫 本身就有價值 那它作為這個貨幣本身有沒有價值呢 就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那假設呢現在好比想要在台灣 因為我們不會莫名其妙明天就說 比特幣這個違法嘛 我們跟旁邊某些國家不一樣 那所以說在金管會 中央銀行或者甚至數位政委 目前都還沒有用它來當作貨幣 或者銀行或證券的交易的情況下 難道你就不能夠去使用嗎 答案是你是可以去使用的 因為我們最近才即將三讀通過 一個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的這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呢俗稱金融沙盒 沙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跟一群你的交代的同學 比方說100人 然後說我們就要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開始發行自己的密碼貨幣 而且呢我們要用這個貨幣 開始去做類似銀行或者投資 或者是這個證券或者保險等等這個工作 金管會以前覺得它是特許行業 那但是呢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你的計劃書寫好 然後把它送到一個多方利益關係人的 一個討論平台在金管會進行討論 那你就可以有六個月 最多到三年的時間 在這邊違法 而且你違反的不只是金管會這些特許的法令 你還可以去讓一些法規命令 不管是哪一個部會主管的 你說我現在要違這個法規命令 我要違那個法規命令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有計劃的去違法 你只要留一個基本的消保 跟個資的保護 那在你違法的過程裡面 你當然還是要把這個operation的方式 跟大家揭露 那當實驗期一結束 那實驗當然就是要寫報告嘛 這個報告也不只是你來寫 而是所有跟這件事情有關係的 這些使用者以及整個社會一起去看說 這個技術的引進 對於社會的影響力 到底是正面的還是是負面的 如果是負面的 這真的是一個壞主義 那這樣的話 感謝你幫大家付了學費 然後這件事情以後就不能做了 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好主義 而社會能夠接受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立法院也好 我們行政院也好 就會因為你而去修改我們的法規 去把這件事情變成可以做的 那你也有半年的時間去增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就變成一種新的行業 所以說未來我想 財經相關的法規 就不會是政府覺得自己最懂 而是說政府不要擋大家的路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實驗 那我們年底對於這個無人載具 也會有類似的沙盒的法令提出 那再往後有一個叫做一般性的沙盒 Sandbox.org.台灣 這可能是第三個 就是說你只要跟地方政府 或其他的企業實證的地方 你只要約好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去 有計劃的小規模的違法 那我想這個對於 好比像說無人載具 它就是移動式的人工智慧 它要怎麼跟社會能夠和平相處 這種小規模的實驗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但是我們就先從Fintech 開始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朋友問說 對於會戰校系 左號理工戰文科 文科戰理科 右號請問有什麼看法 對於台灣社會偏重 醫學理工而不重視文學 社會科學領域的培養 身為政府委員的理由 西季對這個情況有什麼具體 所謂的改變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做DG Plus 的這個計劃 網址是 www.dg.ey.gov.tai 好 那我們在做DG計劃的時候 我們這次跟之前的Nissi 那個計劃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我們在以前一個叫做 Nissi的資訊的計劃裡面 它偏重的是最基本的 就是家家戶戶到寬屏 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網 就是上網是人權嘛 然後甚至我們自己的一些 資料政策啊等等 但是呢我們現在在DG裡面 特別偏重的 其實是不只是development 跟governance 剛剛講到兩個部分 而是innovation跟inclusion 就是innovation就是讓民間的朋友 來告訴政府 我們應該往什麼方向去做創新 然後我們不要擋路 那inclusion的部分呢 就是人文社會的部分了 inclusion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去 集思廣義 然後去想說我們到2030年 或者說我們到2035年 我們整個社會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彼此相處 而且呢這些想法呢 我們希望是讓各個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來講 就是說我自己每兩個禮拜的禮拜二 就會輪流在行政院的就是中部 雲家高平跟華東的四個辦公室 然後直接去跟當地的正在做社會企業 正在做的一些NPO 想要把社會用某種方式 翻轉組織起來的朋友們進行座談 那這個座談呢不是moto啊 這個座談是質詢啊 就是說當地的朋友們 他只要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他可能會挑戰法規 他可能是政府這個之前完全沒有想到過的 像我最近有看到這樣子一個案子 他來找我座談 那這個案子的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接賣上面 可能買過一些衛生紙或一些口香糖 那衛生紙和口香糖 其實也沒有比便利商店的便宜 而且你買了一次之後 下次可能就不會買了 然後經過的時候心情就會不太好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會有人開始去想說 為什麼呢 他用服務設計的方式去想 很多人經過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是被黑道控制嗎 或者是說他的形象 這個一直說先生小姐行星好啊 而且商品呢 你實在是用不到嘛 那所以他就去結合各種不同的社會企業 去做職能的訓練 然後穿的這個飄飄亮亮的 然後也把那個車子改造的飄飄亮亮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不是你來幫他 就是他來幫你 他可以當Hotspot 他可以幫你充電手機 他可以下雨的時候給你雨傘 然後還可以去做當地的說明員 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很有意思 就是他們傳統上是弱勢的 翻轉成服務的提供者 那他後面是一整個社會企業的生態鏈 可是呢 像這些東西 他幾乎一定都碰到 就是在地的地方政府 不太知道要怎麼管這件事情 每個部會不太知道說 這個到底算券木還是義賣 還是什麼別的 還是舉牌小人呢 就是說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在法律的定位上面 是需要好好討論的 那所以我每次去這樣子巡回座談的時候 在地方當然是地方的社企門 那但是在台北呢 在空總我們就會有11個部會的承辦的人員 所有跟社企相關的 我們就用遠距視訊的方法 雙向的這樣備詢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有人問這種問題的時候 好像大公司可以設一個NGO 大的NGO能不能設一個公司 這樣子的問題 台北的朋友就會去研究 然後馬上回答 一回答旁邊10個部會 就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想要翻轉當地的社會關係 想要去顛覆一些我們傳統上的社會的格局的 或者是差距的這些想像的這些朋友們 都能夠不會因為他是台灣第一個想到這個的人 而去受到不必要的騷擾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會第一時間 去讓各個部會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呢具體的去讓資訊科技 變成社會創新的這個搖籃或橋樑吧 而不是變成是說 好像你就是要盲目的追求一些資訊科技 所以我想社會學也好 或者是人文 所有其他這些題目 它都是讓人跟人之間彼此更能夠了解 更能夠達到更好的這個境界 那我們現在我覺得要focus 就是不是特定的產業的創新 而是它到底能不能夠產生所有社會影響 這樣子 然後有25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請問對於台灣的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未來的看法如何 很好的問題 台灣的人工智慧其實算是起步相當早的 不管是從早期的一些統計方法 或者是說現在就是各個部分 我們叫做AI on the edge 或者on chips 所有這些不同的地方 AI融入到各個不同的就是硬體的 每一層的這個產業鏈裡面 台灣的人的貢獻吧 學術上的貢獻是相當相當好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好比像說像杜一錦老師 就是PTT的PTT 他就是創戰的 他回來台灣創業的時候 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目前AI是在一個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使用 因為腦裡面大家一兩秒不假思索的事情 就可以抽出去讓AI來解決 可是呢大家最大的問題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這種新發現的這種物種 不是很聰明 但是可以幫我們這個批次處理這種事情的物種 去相處 這種applied的地方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樣融入社會這件事情 那台灣有什麼優勢呢 我覺得有三個優勢 一個是說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視言論自由 所以並不會因為你對AI的想法 感覺上會顛覆政權 莫名其妙你就被消失了 台灣沒有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不管你想要結合哪一個不同的領域 AI它本來就是一個跨領域的東西 不管是結合傳統產業 或是跟人比較相近的服務啊 設計啊這些產業 在台灣其實大概都找得到人 所以它是有一個 把上下的產業鏈綜合起來的這個能力 那第三個就是說 台灣對於這個新的全新的東西 它融入社會 比如說Uber要怎麼樣融入社會 全台灣都非常有興趣討論 而這件事情其實在很多的民主國家是很少見的 就是說大家對於公共事務是非常願意參與 而且是用一種願意一起想創新的方法 去把它融入的方法去做參與 所以它很適合作為一個就是AI的lab 就是AI要怎麼樣融入社會的一個lab 那我自己對於AI技術的要求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因為我在入閣之前是做12年國教課發會的委員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說 我們理解到說每個小孩未來 他可能都會面臨到他覺得他很擅長做某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AI到最後就做得比他好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於一個小孩 他的自信其實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在把以前的課綱的能力導向的教育 變成素養導向的教育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能力導向就是說 可能就是你七歲進入國民教育的時候 分成五大科或者七大科 然後在每一科裡面呢 人跟人之間是可以互相比較的 你的成績好成績不好 跑得快跑得慢等等 那這些東西未來呢 其實它都是工具性質的 也就是說剛剛有一個朋友我看到 問這個關於智商 智商測驗我覺得是目前最沒有意義的測驗 因為智商的那些題目 就是尾式測驗的題目 你只要手機上面灌正確的APP 然後你能夠帶著手機進去測的話 每個人都破表 也就是說其實他測的那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手機現在整天在幫大家做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equalizer 就是每一個人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只要願意把它outsource出去給人工智慧 或者不是人工智慧 只是一般的演算法來處理 其實每個人在這方面都是非常強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更不應該去認同說 這裡面工具性的操作性的 就是任何人來做都一樣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容工的部分 或者馬克思說異化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現在說工具人的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其實以後就是人型工具做了 工具人永遠比不上人型工具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小孩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太過於去認同特定的技能 特定的能力的話 那就很容易會有這個integration 就是融入上面就會有反彈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是素養導向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我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練特定的技能 不是去點那個技能數 而是說我有一個社會使命 或我想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我自發的想要去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我願意跟人互動 我願意用更好的方法來做這些事情 這些素養 那每個人是自己不同的維度嘛 那就沒有可以比較的地方 也沒有能分勝負的地方 所以競爭力這三個字就可以消失了 那沒有競爭力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有人就不會跟機器競爭 那人腦跟電腦 各自就可以做各自好做的事情 那以上這一大套聽起來很理想 但它完全是建立在每一個 即使再偏鄉的學校都應該有寬屏 都應該能夠連到AI的計算資源 而不是只有少數人能夠使用上 所以我們跟大家借了一些錢 用特別預算來確保這件事情的順利 因為朋友問說可不可以介紹暗網 暗網就是所謂的DarkNet 它就是在目前的網際網路的這個協定上面 或者旁邊去建立一個 你必須要先用跟網際網路一般的連線方法 不完全相容的方式 就是你要用特定的軟體 或特定的存續的方式 才能夠看得到的內容 那每個暗網 比如說Tor或者其他的暗網 它有一些不同的性質 但有一個很常見的性質 就是說它可以讓就是IP位置 或者其他在網路上面 比較容易對應到你的電信供應商的這件事情 變得比較不容易對應到 所以說你在上面就可以 比較真正匿名的來發表一些言論 那在這樣子的暗網裡面 其實當然也有非常多的誘補的 就是希望你提供一些資料 因此它又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知道你是誰 所以它比較像Tor Browser 這個比較常用的一個暗網的瀏覽器 它一開始在開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固定的 好像800x600吧等等的這樣子一個視窗 那為什麼是這樣 而且它要求你不可以去改變視窗大小 為什麼呢 因為你開成全螢幕的話 你就洩漏了你的螢幕多大的訊息 就是說你只要在你的任何瀏覽的過程裡面 去透露出信息 這些訊息一點一點一點加起來 那到最後其實就又可以再還原回你的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的identity 那所以說在暗網裡面 基本上就是大家是用一個 完全可以跟在一般的open internet裡面 隔開的這樣子一個身份來活動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對好比像說一些在人權比較不好的地區 想要去做人權上面的一些倡議啊 或者是一些爆料啊等等的朋友們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當然反過來對於想要做各種就是國家機器 不想要你做的事情的朋友們也是很有用的 它本身並沒有道德上的好壞 它就是一個網記網路的一個假強版 有位朋友說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條脊椎 這個當然是真的 那有位朋友說這個 有位朋友叫星爆氣流展 他說這個為什麼很多設計方面的專業人士都喜歡用Apple的電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 Apple的目的 它的目的 它其實是創造一種感受 那這種感受就是很舒服的感受 也就是說它的目的並不是這個算得最快功能最強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最穩定什麼的都不是 它的目的是design 就是大家最切合這個愉悅的這樣一種感受 我自己跟Cupertino工作了大概六年 那我們在矽谷很多公司 有些是硬體文化為主 軟體是被硬體這個就是使喚的 有些是軟體為主 硬體是被軟體使喚的 然後有的是PM為主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蘋果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最大的就是design 所有人都聽design 然後在design底下就是完全是平的一個hierarchy 所以大家也不會有一個想要什麼升官啊 什麼所有這些部分 每個人就是到自己到的那個位置 然後可能在蘋果不管幾年 就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全部都是去聽design的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比較不會有內部的政治鬥爭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讓人用起來感到愉悅 所以我想很多做設計的朋友們 他自己的工作的環境 他本來就是要一個比較能夠發想的 或者是離大自然比較近的 比較不受打擾的 每個設計師當然都有各自不同的脾氣了 但是至少就是不要被這個不必要的東西卡住 那這個也是就是剛剛的那一位卓智源那一位設計師 就是在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的那一案的提案人 他在跟那個財政部講的時候 他是說其實暴水軟體的設計 以十幾年前的UX就是使用者體驗看起來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是問題是用蘋果的使用者 他每一年對於使用者體驗的要求是跟著蘋果不斷地水漲船高 所以說到某一個點上面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實在是難用到爆炸抽到爆炸 雖然事實上這個東西並沒有變過 使大家的期待有在改變 所以每一年都會再把這個東西做得跟水漲船高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是事實 就是要與時俱進嘛 那我們現在對於政策設計也就是試著引入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能夠去參與政策的設計 朋友說其實真的叫我唐鳳就可以了 請問唐鳳如何訓練成這麼好的口才 如果這個你一天要講三場演講 然後每場演講兩小時的話 到最後也會練成這樣子 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演講它其實就是跟人對話 大家並不要覺得說好像演講 它是一個一定要講出什麼多麼了不起的 我說話是不大糟糕的 意思就是說我並沒有覺得說 我有什麼message一定要放到各位的腦裡 我就是好像是大家集合起來 然後有一些想法 那我們就好像朋友在聊天一樣 就是平常心 那為什麼很多人演講的時候 會容易這個口才 反而沒有他平常的時候好 是因為大家 他在腦裡的那個圖像 是覺得說 一百個人盯著我 一千個人盯著我 那我們在這個原始社會裡面 就是在這個有文字發明以前 如果你被一百雙眼睛盯著 或一千雙眼睛盯著 你下一步可能就是被吃掉了 意思就是說 它是在那個原始社會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會觸發人的一些 就是覺得很危險的一些反應 但是這個反應呢 就是隨著你可能深呼吸啊 或什麼樣 其實到可能大部分人 五六分鐘就會過了 所以呢 對於一些有stage fly 就是不敢上台的這些朋友 就是他一上台之後 口才就變差了的朋友 那我有一個解決方法 我同事這個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辦公室有各種VR設備 然後呢 所以呢他要上台之前呢 我就讓他戴VR眼鏡 那在VR裡面呢 就有這個在一個超級大的大廳 上萬人 然後看著他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的這種設定 或者是說這個他在婚禮致辭 然後賓客一直拍手 一直拍手 的這個設定 那他會覺得很恐怖 那然後呢 就會開始這個支支吾吾 但是呢 當他在VR裡面 因為他也出不來嘛 所以呢他必須要忍受 但是他發現說 這個到最後也沒有怎麼樣 那些人還是面帶笑容 一直點頭一些點頭 那過了五分鐘之後 他就恢復了正常 那之後他就把VR摘掉 然後就上去演講 然後就講得很好 所以我想就是說 很多人就是 的這個麻痹經驗 就是不舒服的經驗 其實才是讓大家的口才 沒有辦法很流暢的原因 那不管你用VR 還是認知行為治療 還是什麼別的方法啊 就是能夠把這部分突破之後 其實他就是跟一般聊天 是沒有兩樣的 有位朋友說 網頁的工程師 跟軟體的工程師 哪一個前途看好 這個我其實沒有很懂耶 因為網頁工程師 是一種軟體工程師啊 網頁他當然是所謂的 前端工程師 那現在寫的當然是 以能夠編譯到JavaScript 或者能夠編譯到WebAssembly 的語言為主 那但是 除了前端的這個邏輯之外 當然我們還有非常多後端的 還有很多資料庫 或者分散事資料庫 還有很多跟硬體 韌體等等有關的這個邏輯 那所以我想網頁它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是一種媒體嘛 傳播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若掌握網頁的這個基礎的能力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在學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快的有滿足的感覺 因為你如果是韌體或者是 Driver的工程師 你要等硬體的那個Iteration 就是軟體在網頁上面 你一寫馬上就可以跑了 所以至少它可以讓你在學習工程的這個過程裡面 跟工程的感覺可以比較好 那你未來在學別的語言的時候 帶著這個感覺 它可能就可以比較順利 所以我當然也是鼓勵任何人 就是多多少少都學一點點網頁工程 因為它是讓就是你有一個點子 到你看到這個點子的過程裡面 可以跑的這個比較快的 大概是這樣 有20位朋友問我說 能不能做詳細一點的自我介紹 大魚小魚 對不起大魚空白小魚 好我叫唐鳳 然後目前還是人類 未來不知道 然後現在在這個行政院做政務委員 那政務委員的工作剛剛大概講過了 那我們最近才剛剛開了一個共識營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主要在做的三件事情 應該是說核心的價值吧 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互信 那這個互信是誠信的意思 不是威信的意思 那政府跟民間要怎麼互信呢 其實人民永遠不應該盲目相信政府 不然就是法西斯了 所以意思就是政府一定要先相信人民 政府怎麼相信人民呢 就是每次有負能量的時候就拿來發電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政府應該要無條件的相信人民 然後相信到一個程度之後 也許人民會慢慢願意相信到類似的程度 那這是我們的first priority 那在不違背這個價值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培養關心公共運體 以及有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公民社會 那這個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算是我的自我介紹的一部分 那這裡面就包含促進社會創新的文化 我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安娜奇 那安娜奇大家都知道是無政府主義的意思 簡單來講就是說我覺得沒有任何人應該要命令其他人 那一句話就講完了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它的意思同樣也是說 很多大家有一個幻覺是只有政府或國家才能做的事情 其實大家自己就可以做了 只是一直有一個幻覺說 這個要等政府或國家來做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文化 就是我們不要等政府去來改變社會關係 你看到社會關係可以改變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這種做 就是協作的治理的等等的這些能力 所以當然我們會做這些事情 那第三個呢 是我是所謂的公僕的公僕 公僕的公僕的意思就是 我不會特別去要求基層承辦去加班 去做一些無聊的勇士 我也不會特別的要求高階的事務官去承擔一些額外的風險 我也不會要我的同事這些政務官黑掉 那反過來呢 而是說基層的這個承辦 如果他現在在用手或者用紙啊 用影印機啊 做一些非常就是 tedious 非常容的事情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求救 那我就想辦法用一些自動化的方法 讓他的工作不要那麼容 這是一件事 那如果事務官呢覺得自己被不當克責 他可能有風險 我們可以用多方利益關係來討論的方式 讓他工作可以不要那麼有風險 減低他的政治風險 那高階的這個政務官呢 就是如果他現在有哪些事情想要特別去凸顯的話 那我可以去幫他去設計一些溝通的一些方法 總之呢這個就是公僕的公僕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主要是在用數位服務改善公務流程 跟讓公務員買單我們做的事情 但是呢我們是絕對不會強推的 就是說如果他不像說外交國防陸委會 不是很想用這一套的話 我們不會積極的對過不會行銷 虛線就是我們討論之後決定不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工具不合適的時候會反彈 那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目前在PITES做的事情 那我自己個人最看重的就是中間的這三個價值 那我們實際做的事情當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可能租販不及備載 那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回來去檢查一下說 它到底有沒有對應到我們大家都同意要做的這些價值 大概是這樣 希望這算是一種自我介紹 有位朋友已經破百了嘛 所以其實還不錯嘛 大家都不用擔心 OK 有一位朋友問說這個 可以說說在其他學校回答過 最有興趣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第一次聽到 好 所以這個顯然是這邊是非常有創意的 我在其他學校回答過的問題 有一些學校的學生 他很感興趣我在社會企業上面的一些貢獻 然後甚至就會直接說 他們有一些社會創新的一些主義 然後直接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等於是已經開始做mentor了 就是開始做創業輔導等等 那像這個東西我是自己個人很有興趣 因為我並不是 雖然我可以一直講很抽象的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有很具體的就是已經想到要做的 甚至已經正在做的 或者甚至已經覺得政府在擋路的事情 那這樣我就可以像在社系巡迴一樣 具體的去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像我剛剛提到的一些 好像說這個很大的基金會能不能去設立一個公司 或像剛剛我提到的一些個案 不管是接賣生脏或什麼這些的翻轉 如果大家已經有在做這些東西的話 都非常歡迎提出 這個是我自己個別非常有興趣的一個部分 那有位朋友提醒我現在剩20%該充電了 那好OK 但是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是好像30幾% 所以我想這個電是用得完的 那但是如果有人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差錯啊 如果有人要捐一個這個Lining 轉這個110V的獻給我的話 我是可以一面這個簡報一面充電的 如果有人要志願拿過來的話 好 那有位朋友問說 請問我覺得大學四年應該要培養什麼能力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大學四年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目前正在做教育政策的時候 已經要開始試著鬆動的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個推行 目前為止不是很成功的政策 就是希望這個技術高中 或普通高中或一般高中念完之後 就先去就是就業或創業 然後等到對理論工具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再回來念大學 那回來的時候教育部已經幫你存了一些錢 這樣子 那這個推行其實真的很困難 那這個為什麼很困難 我想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說我們很多就業輔導的這個朋友們 他們受的訓練是幫助 比如說高齡弱勢 就是女性兒度就業等等的這些訓練 但怎麼幫18歲的朋友們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也沒有那麼專業的訓練 這個是我們正在加強的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主因 最主要的主因很可能是 就是家長們都是覺得說 你好好的不去念大學 這個為什麼在那邊打工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個 不管是第一次的試驗性的工作 部分時間的工作 或者是新創的工作 其實就是對於這個風險的這個承受力 明明其實風險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很多家長會覺得很擔心 覺得說你不念大學到底去做什麼這樣 我自己不但沒有念大學 我連高中都沒有念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感同身受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不是把大學 當作一個資源來使用 而是把它變成一種好像你非得做的事情 但無論如何我們目前感受到這樣子的阻力 所以我們現在在調整這個想法 就是說不只是目前的存折 或者雙軌這些政策 我們現在也在想要調學會授語法 也就是說好比像說像學院實體化 就是你進來的時候是念一個系 但是你隨時在同一個學院裡面你可以去切換 又或者說你念了一兩年 那你就決定出去去創業或者去就業 那做一做又回來 可是回來之後就不一定是回同一個系了 而是說你在外面發現你現在需要一些人文的素養 你需要學社會學 你需要學管理 那這些事你本來不知道你需要的 但是你出去一兩年之後你決定你需要了 那這樣回來之後你就是在選不同的系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大學跟出社會中間就不是一個 好像是先有這個再有這個的關係 而是一個zigzag 就是你隨時需要的時候就回來的關係 可是這樣子你拿到那張文憑就很難顯 對不對 它就不是你是什麼戲念了四年之後拿到一個學位 或者說試念了幾年之後拿到一個學位 而是會變成像在遊戲裡面成就解鎖那樣子 你解鎖了這個模組 解鎖了這個模組 這樣一個學程 那我想這樣子我覺得真的是比較切合 就是新世代裡面其實是大學比較需要大家 而不是大家比較需要大學這個關係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去鬆動 那在這個方面需要培養能力很可能就是 不要被特定的領域所限制 而是說你覺得你要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你要達成一個社會使命 它這邊目前沒有一個特定的領域在做這個 或它是好幾個領域重疊的部分 能夠去跟不同領域的朋友進行就事論事的討論的這樣一個能力 跨領域的能力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朋友問說前陣子PTT一直故障是怎麼了 好像是他們的磁鐵陣列的那個設定沒有設定的這個很好 然後所以磁鐵陣列一直有一些狀況 那但是就是我並沒有介入PTT的管理或者營運 所以我並不知道技術的細節 不過大家在近戰畫面可以看到他們特別感謝一些有幫忙的人 所以說你去問那些人會別問我快 有一位朋友問說可以談談我要推行的真實查核機制嗎 首先它叫事實查核機制不是叫真實查核機制 事實是任何人來看都一樣的東西 那但是真實是每個人自己心中的一個版本 所以首先就是用詞上要統一一下是事實查核機制 事實查核機制我們是放在rumor.ptis.tw rumor.ptis.tw 它這邊叫網路爭議訊息之治理 那我們做的事情是所謂的五圈一叉 就是很簡單的講是這樣 就是說首先我們不會特別因為你是在網路上的行為或者言論 就特別去立或者修任何法 你如果在網路上面做了一件事情 他在你平常我們這個跟人講話時候 他如果本來是誹謗的他還是誹謗 他本來是公眾恐嚇的還是公眾恐嚇 不會因為你在網路上做就有任何不同 那把現在現行世界民法跟其他的這個法律去跟網路世界做對齊的這個最基本的法律 現在叫做數位通訊傳播法 現在正在立法院希望很快可以三讀 所以我們不會特別為了網路去做困管性的立法會修法 在五圈裡面唯一公部門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問答集來方便做事實查證 簡單來講 在以前公部門如果受到謠言的侵害 很多人就是說 可是我們已經有把事實放在我們網頁上了 可是他放在網頁上它是一個PDF 而且你要的那個回答是在PDF500頁裡面的149頁 那事實上完全沒有任何記者或者任何做事實查證的人 能夠知道說這個問答集到底有什麼意義 但是公部門嘛 因為文書作業以前都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透過一個非常先進的 行之有年的叫做RSS的技術 然後去把每個部會在第一時間 對於想要澄清的東西能夠進行澄清的這件事情 都集中到yweb.gov.tw的這個專區 所以這是等於一個聯播系統 就是所有的部會第一時間想要澄清什麼事情 我們就會在這邊用RSS的方式去進行聯播 這個聯播的目的就是讓記者或者任何第三方的人士想要知道說 這件事情政府是怎麼想的 那它的回應是什麼 那能夠讓大家第一時間去進行事實的這個查核 但是這個有一個前提 前提就是政府自己不要說謊 政府如果說謊的話 我們也會變成被事實查核的對象 那這個當然是這樣 所以實際上去做判斷訊息之真偽的還是網路的使用者 所以到這一部分其實就已經不是政府能做的 但是呢因為我們在做課綱嘛 所以我們是可以去在十二年國教裡面 去把媒體素養跟批判思考 把它跟自通訊的這個素養合在一起 不是說我們專門上了兩小時的課去教怎麼樣判斷網路上的訊息 而是我們希望老師未來就跟學生一起學 而不是好像老師講出來的就是真的 或用某種特定的字體印出來的就是真的 以前這種威權式的這種教育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在網路上去模仿這種聲音跟字體實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說如果大家有被這種威權教育洗腦的話 就特別容易受到網路的謠言的洗腦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不會特別去說誰講的才是對的 而是讓老師帶來小孩一起去在網路上取得各種不同方面的資訊 然後去進行比對 那接下來呢會有一些公民團體 一些就是civil society 一些市民社會 自己去做一個健全的一個查證的這個機制 那舉例來講這個有一個叫cofacts.g0v.tw 一個叫真的假的的這樣子一個題目 那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做的事情 這個就不是政府能夠做的 也不是政府出資的 也不是我們做了任何部分的這個干預 那這個呢就是在LINE或者其他地方上面有非常多的轉傳的一個訊息 好比像說踮腳尖可以降血糖跟增骨質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此新聞價值十文 只有M95的口罩才能擋住PM2.5 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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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這個實在是會精神污染 我還是不要看太多 Anyway 對 好那那這邊就是有很多媒體的新聞工作者 然後一些公民社會的一些朋友 自己上來然後去看裡面每一則這個訊息 然後去做fact checking的工作 那這整個工作都是完全透明的 他們會用小句黑客送的方式 也歡迎大家加入去做這樣子一個就是對於出處理由的一個核實 那這件事情呢為什麼他們可以收到這麼多的謠言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LINE的一個BOT 你只要把真的假的加成你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你以後看到一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要轉給他 他就會跟你說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fact checking 可這個機制並不是政府出資 也不是政府sponsor 也不是由公務員來做的 這個東西是有各種不同的第三方 自己都可以做的 我們做的事情只是說我們盡可能讓各部會 即時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讓這些朋友可以用 但是部會提出的資訊同樣也是被查核的對象 這兩個中間並沒有任何隸屬的關係 好所以這是目前這個事實查核機制 目前運行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有位朋友問說駭客要怎麼賺錢 非常好的問題 通常就是你如果已經知道一個系統的一個不足之處 你完全能夠知道它的各種各樣的細節 那剛剛講的就是有三個方法 對不對 你可以就是透過很自私的犯法的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不當的得利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去參加各種bug bounty 或者是各種選賞 然後去試著或者像我們現在的自動訊息系統 在加持錢都會請白帽海客來打 這個東西也是就是蠻好賺的 那又或者是說你可以發明一個 或者是參加一個完全沒有這些問題的一個系統 用這個新的系統來賺錢 那這個時候賺的錢呢 可能就不是這個系統本身有人聘請你 而是說大家可以出錢讓你去把這個系統改成更適合它的需要 大部分做Linux 或者是做我們最基本的這些基礎的自由軟體技術的朋友們 都是收時薪 那我們每一小時收相當多錢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樣把這些核心技術 改成適合大家的需求的方式 所以大家自己改是很花時間的 但是如果出一點錢讓我們改 但是願意把我們改的這個東西 也公佈起來給未來的人也可以使用的話 那我們很願意的去就是讓我們的時間去這樣還錢 所以絕大部分的方式 後面的這個方式是一般的IT從業人員 那但是如果你的興趣是自然的話 你當然可以用黑帽跟白帽 海客的方式來賺錢 有位朋友說 您對於賴清底線院長 想要強硬通過新版的Nu基法 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是其實蠻珍惜 就是在這波之前 我們其實有處理過七天假的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的PIDIS的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我們有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這個是跟大家關心的比較相關的 好 那這個題目其實是當時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有一個連署的一個題目 那也到達了五千人 各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也投票說 我們要來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 我為什麼說我很珍惜 是因為這是公斗這個團體 然後跟公總商總 就是工商協進會的這些團體 第一次以我所知 第一次在有直播的情況下 大家圍著桌子好好的來貼便利貼 就是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協作的一個平台 那所以大家在這個處理這個國定假日的時候 就不只是在國定假日法 因為這個部分是內政不管的 其實不是勞動不管的 而且大家也把自己所提出來的各種的事實 就是就事論事的加以澄清 所以就好比上說大家常常聽到說 這個OECD調查 台灣人均公時是OECD國家裡面的第六高 那但是其實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算全職工作者跟全職工作者 那台灣其實是排在中間 並不是第六高的 並沒有特別高 那為什麼我們平均公時看起來很高 是因為我們部分公時的工作者比率是3.2% 是比所有的OECD國家都要低 也就是說我們絕大部分的工作者是全職 所以你如果算平均的話 那當然會很高 但是這個是什麼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對於打零工這件事情 好像社會上有一個 不是很喜歡打零工的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社會氣氛 那這個我們再往回推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部分時間勞動的一個專法 那在其他國家 OECD國家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的部分時間勞動 就不太可能變成好像其他國家一樣 受到那麼嚴密的一個保障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改善的 事實上 勞動部也正在往這個方向去進行研議 所以說很多後面是結構性的問題 那大家如果去拿某一個平均數字 或者某幾個平均數字 來就是累積相罵本 那當然這個可以雙方都很有情緒 但是事實上 我們很難收斂到可以用的解決方案來 那關於可以用的解決方案 當然放一天兩天七天或多放十天隨便 的這些東西 每一個對總體經濟有什麼影響 這個也是接下來要研究的主題 但其實大家最關心的都不是這些 大家關心的是薪資過低 勞工過勞 企業不遵守勞基法 勞工沒有談判籌碼 我們沒有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去促使 好比講說工會的組織 以及他的實質的協商的能力 然後以及就是怎麼樣去找到說 這個短報虛報等等這些方式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管是工道的朋友 還是工總商總的朋友 都同意說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們收到了一堆 這個具體可行的一些方案 那這些部分其實相應的部會 目前都是正在具體回應 那所以我自己是很珍惜了 就是能夠這樣子就是論事的 然後去具體的去做回應 那當然就是說 在現在的這一波的這個氣氛裡面 我們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 繼續去延續這個協作回應 我們這個就很難像 就是那個財政部的那個報酬軟體 我們在這個之後 又連續開了五次工作坊 去把東西實際收到就是 非常具體可行 而且可以變成明年政策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會盡力的就是 去讓就是各部會 牽涉到這個討論的朋友 能夠比較是朝向我們這邊盤點出來的 具體真的需要解決的這些問題的方向去做研究 不管現在這個最低的勞動法規 這邊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至少把這邊的需要做的事情 在第二波能夠做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做 因為我並不是就是獨到勞動部會政委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就是處理到這裡 因為朋友說這個 對於國際上新創的高等教育 例如Minerva School 42 有什麼看法 台灣的大學有什麼危機 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這個現在有一派的說法 是說我們整個高等教育 其實都可以打掉重練 因為高等教育傳統上存在的目的 它其實就是讓有相同興趣的朋友 讓知識有一個延續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或者是在這種分散式的學院裡面 或甚至在這個自學團體裡面 或在社區大學裡面 在各種各樣的場域 我們都可以去讓最好的一流的師資 透過不管是遠距的還是其他的方式 就讓大家進行討論 所以學習的方式也在進行改變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即使是我們目前叫做大學的這些機構 也透過好比上說大學的社會責任 或者是說大學跟旁邊的各種事業朋友們的結合 等等的這些方式 也一直在改變自己的高等教育 跟這個創新的銜接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並沒有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像大學的危機 大學的如果要有危機的話 它也就只是存在於說 可能校務的處理或這些部分 它沒有辦法讓每個學院 或者每個想要做創新的老師 往創新的方向發展 不然的話其實像教材教法上面 我去很多大學 他們就看我用slido 然後就說我們在教室裡 就已經在用這樣子的軟體了 那這樣子的軟體 他們引入這樣子的教材教法 其實並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它就是學生習慣就好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管是小規模的創新 或者是說它的教室本身設計的創新 它的學生設計的創新 它跟旁邊的第三部門 或四部門結合的創新 這些東西目前我們都沒有什麼原因 不能夠在台灣的大學去做 那基本上就是看大家 願意自己提出創新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同樣的就是盡可能不來擋路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不覺得有太大的危機 我覺得我去很多大學 他們自己都在試 各種各樣這種創新的做法 朋友說我想不想選總統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在下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才39歲按照憲法是不可以 競選總統的 所以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現在當政委 然後我現在說我是政務委員的身份 但是我的個人的政治主張 是有一天國家要消失 無政府主義等等 大家可能覺得有一點奇怪 但是也就算了吧 就是說就很寬容嘛 但是如果今天是總統說 我說這個我希望國家有一天要消失 然後我都不接觸國防機密 這個真的說不過去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大概是不太可能選總統的 因為基本的政治理念就不太一樣 有個朋友說 FB一直有陌生的女生加我怎麼辦 當然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些輔助的軟體 或者一些browser plug-in 或者如果他還打給你的話 你可以用Whose Call 就可以知道說他是不是機器人 或者是其他一些的詐騙的一個帳號 那如果這個不是詐騙帳號的話 那你就得跟他聊天啊 不然你要我講什麼 對對對 就說啊 那但是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FB上面就是說 對話機器人的這個技術 已經非常非常進步了 所以可能到某個程度 我覺得還是要這個面對面的 這個聊聊個天啦 不然的話你真的不知道 他就是是初音還是什麼 而且目前現在的那個Bud技術 已經是可以做到Handoff 就是說他這個機器人 一旦覺得他接不上你的話了 他可以馬上扣人類來求救 然後那個人類打了兩個字之後呢 那個機器人又繼續把這個對話接下去 事實上FB專門做了一個API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你這個完全不知道 是人類機器人還是兩個的合成 在目前FB上已經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可能把FB看作是一個 大家約來這個見面的一個活動的 這樣一個工具 而不是這個純粹虛擬的 這對大家的這個精神衛生 會比較好一點 有朋友問說請問對於投票的數位化 有沒有什麼想法 是否能夠減少前往投票成本 來增進公民的政治參與意願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們做這種線上連署 以及之後的線上的公投 或者是線上的參與式預算 這些部分其實都已經是線上投票了 只是我們投的是事情 我們投的不是人而已 那投事情跟投人有什麼不一樣 投人的話呢 基本上以目前的選制 就是最高票當選的這種選制 大概每一次都有一半左右的人 會覺得自己是輸家 就是我投的人沒有上 這樣子 那就是不是很好的感覺 而且可能四年才投一次 每一次可能只上傳三個bit 左右的資訊 可能也覺得說我關心的事情 沒有被充分的表達 但是呢我們如果透過這種投政策 透過這種互動式問卷等等這些方式 特別像說我們透過police 這類的系統 那關於每一個政策每一個問題 你就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答案 然後呢這個隨著你說贊成或者反對呢 後面的這個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就可以去把你跟你比較像的朋友們 去做分群 那每一群的特色就可以被identify出來 那跨群組之間大家在facebook上吵架的時候 不會覺得彼此有共識嘛 但是其實有一些事情是有共識的 這個也可以被identify出來 所以當我們多用這種 不是大家彼此互相回應 然後浪費彼此時間 在吵最兩邊的百分之各百分之五的事情 而且大家能夠收斂到中間百分之九十的事情 在這種場域的時候 不管是參與式預算也好 或這種政策連署也好 或未來公投也好 它的目的都是說你連署九個案子 到最後只有三個變成政策 你還是覺得你贏啦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參與式預算你頭五個案子 其中只有兩個到最後有budget 你還是贏啦 它是比較inclusive的 而且它比較不會讓大家願意去看 它比方說起底去黑 因為你對人的時候 你要勝過別人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把別人貶低或者羞辱 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對人的時候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我們對式的時候 其實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大家比較容易收斂到一些公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是網路的數位化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在對人的投票數位化 我們如果要像艾莎尼亞 那樣子去做電子投票 那我想有兩件事要克服 一個是說大家對於這個開票的過程 它的paper trail 或者它的這個驗算 大家的那個信心 必須要不低於目前紙本投票的信心 這個其實是一個社會學問題 不是一個密碼學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投票的過程裡面 就是電子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照顧到 事實上就是對於電子的操作 並不是那麼清楚的人 或者甚至就是 會有人在背後幫你投票的人 艾莎尼亞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電子投好幾次 每次都可以蓋過前面的 那你如果最後 自己走到實體投票的那一張票 又可以蓋過電子的 那就是需要有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一些密碼學上面的設計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並沒有想要硬推 但是如果到最後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主意的話 那也許未來可能四五年之後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 但在此之前 投事情比起投人來講 要這個容易很多 有人問我hack過什麼 非常好的問題 我進了院裡之後 我第一個hack的就是 我們自己的IaaS 就是行政院自己內部的那個系統 那我有說我自己編了Linux Kernel 那因為當時的Linux Kernel 太舊了沒有辦法跑Ducker 所以我就自己進去改了這個Kernel 那改了之後我就在裡面 架了一大堆這個系統 那這些系統的特色 就是說它其實一定程度上面 去把跑公文 就是紙本公文的這個流程 讓大家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動機去做 因為我每個禮拜可能只有三天在院裡 可能只有兩天在院裡 可能只有一天在院裡 所以如果跑紙本公文的話 跑到我這邊到我簽 中間可能已經過了三天 那但是呢 如果是你用電子的方法去遞送給我 還有比如說email的話 我幾乎一看到馬上回馬上回 那我每天睡前都一定把email回完 所謂的inbox zero 那所以至少email 24小時之內 我一定會有所回應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就是有點翻轉 大家對於紙本是很方便的 而數位是很麻煩的 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而是變成用數位來找我是很方便 用紙本找我是很麻煩的 慢慢去改變大家的這個工作的習慣 那第二個hack的系統 就是所謂的共筆的這個系統 也就是我每次在看完會之後 我就會做出逐字稿 即使是內部的會議 好比像剛剛的那個教育部的 以及文化部的那個電競的會議 我也會把這個逐字稿發給所有人 所有人都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去編輯 把一些上了頭條之後 可能很難看的一些措辭 去改成比較溫和的措辭 那但是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就發現說這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大家平常在開會的時候 可能顧著講不會聽別人講 但在這個回去看逐字稿的過程裡面 就真正比較能夠靜下心 來去了解對方的這個觀點 那這個過程同樣的也是把 傳統上面公文到最後一個會議記錄 一定只有主席才是主席說了算 變成好像每個公務員 負起自己創新的責任來 那但是最後有credit的話 是回到他們身上不是到我身上 那這一套如果這個出了什麼麻煩 有什麼風險是我來吸收 不是他們來吸收 我就發現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非常願意創新 因為知道風險我吸收 但是credit是分享的等等 就是說我想我在hack的是這種 就是不當課責 或者是這種踢皮球 或者是反正公務的各種各樣的 一種階層文化所帶來的問題 的這樣一種系統 那它裡面需要改什麼資訊系統 我們就改什麼資訊系統 但是資訊系統是為了要改變文化而改 而不是為了要推特定的資訊系統 而去推 大概是這樣子的回答 有位朋友問說 可以分享你學習的歷程嗎 要如果成為台灣電腦的十大高手之一 那個十大高手其實是1996年的一篇報導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的事情 請大家完全不要放在心上 而且不要認真 那根本就是做一個噱頭了 而且在1996年當時他們介紹的是一些用WireWeb來創業的一些朋友 那WireWeb當時在台灣普及也才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十大高手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他就是可能在一個球類運動剛發明的時候 你是這個十大高手 可那個球類才剛發明 然後在整個社會上面參加這個來做創業的可能只有20個人 所以你是20個人裡面的十大高手 那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完全是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請不要放在心上 好 那學習的歷程 我上過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一個國中 國中上了一年半 然後就輟學了 所以我在每一個學校大概剛好在一年或不到 那所以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然後暑假就轉學了 好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對於體制教育並沒有那麼多的理解 也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那再反過來講 就是說我都不會產生出跟我旁邊的人比較的這個感覺 因為首先都是轉學生嘛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還來不及產生一個社會地位上的比較 我又轉走了 所以這個情況我想對於我的學習也是有一些影響 那我學習的動機一直都是內在的 就是我想要看到某一個東西變好 或者是說我想要理解社會的某個成分 我大概是二三歲接觸到網際網路之後 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 為什麼大家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在網路上能夠很快速的彼此互相相信 所謂的swift trust 然後一起在一起做出所謂social production 就是各自好像各自貢獻一點點一點點 可能就做出像維基百科這種 你不太可能預先著急一群人就做得出來的這種事情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當然這個東西在當時根本沒有一個學門做這件事情 它是分散在各種各樣不同的學門裡面 大概七八個不同的學門裡面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得 有點像是你在這個半夜然後看星星 但是你要去的那個方向是沒有星座的 所以你旁邊有八九個相近的星座 可是你又不是這些整個星座都要知道 就是靠近的那幾個要知道 所以我想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然後我去drive 我去就是去看preprint 去看paper 去追reference 但是一切都是因為說我想要了解這個問題 然後想要就是讓大家在網路上面 結合現實世界的這個組織的這個方式 不但更能夠被了解 而且能夠更有效 它就不會只是單向的一堆人聽一個人講話 而是它可以同時這個讓我聽到大家的聲音 也可以讓大家彼此互相傾聽 這一支是我的這個research topic 有位朋友說台灣由硬體大國要進入軟體的服務 那政府跟學校要如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我想就是政府還不像經濟部 它有辦一系列有三個season的一個叫mix台灣的這樣一個座談 mix台灣它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它去找一個硬體的或傳統產業的一個大佬 一個成功的這個企業家 然後呢找一個軟體的或服務的一個新創的一個創業者 然後呢它再去找一個在AI或者在其他的尖端科技領域的一個學者 一個研究員 然後讓這三個人去討論說你要怎麼樣結合這兩個來運用這個新的科技 那這個設計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你只是軟體硬體兩邊 這兩個文化是完全不一樣的 軟體是每個人都一樣大 任何事情你犯錯了明天改回來就好了等等 但是硬體呢完全不是這樣 使命必達你必須一年之前就知道你要做什麼等等的 那雙方這個文化彼此當然都要尊重 可是在特定的事情上難免都有其中一邊覺得說 我就是最懂那你完全不懂的這樣一種情況 反過來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很難當作一個對話基礎 因為雙方都會覺得說難道我要從ABC講起嗎這樣 那但是我們在好比說跨世代的對話也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每一次有一個全新的東西發現 兩邊都沒有看過的時候 好比像說像Pokemon GO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祖父祖母帶著孫子孫女出去這個公園去抓Pokemon 可是呢你其實不太確定她是孫子孫女帶著祖父祖母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雙方都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即使他們中間的終生代那一輩如果有空的話也可以 有貢獻啊可能開個車一直開在時速29公里 你就可以一直抓一直抓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全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各方面都會想的是說我們要怎麼一起了解 我們怎麼有所貢獻 而不會變成說我對這個東西最懂 因為沒有人對這個東西最懂 除非你剛好玩Ingress玩了很久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去看AI看VR 看這種跨領域跨學們的東西 而不會覺得說好像我一定比對方最懂 所以我覺得學校也可以更積極的去在 好比像說人文學們或者是藝術學們 然後跟目前的各個不同的軟體陰體等等工程學們 中間去找到更多的大家都可以有所貢獻 而且沒有誰比誰更懂的這樣子的一些題目 大家一起去做大概是這樣 有位朋友他發現只要開很多匿名瀏覽器就可以一起這樣 對這個是確實的 那這個恭喜你發現這件事情 好OK 有位朋友說這個他等等要去做實驗了 可以請唐鳳幫我說一聲加油嗎 可以啊加油然後有20個人都幫你加油這樣 有沒有比較高興 台大子宮研究所 今年有1023個人報名 差一個人就是整數了 那清交兩校的報名人數可能也會增加 那這個可以這個談談對這個人數增加的看法嗎 我覺得當然就是子宮研究 現在它的application比以前還要多得多 以前感覺上就是在資訊相關產業這個vertical 但是現在因為AI因為AVR因為IOT的關係 所以你研究了某一個資工之後 你拿去到每個地方都很好用 那所以我覺得這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它會變成就是所有一切東西 它的研究的一些基礎 而且也能夠讓跨領域的不同的貢獻 以前好像沒有一個相應的語彙的 但大家現在都可以用一些資訊的語彙 讓不同領域中間能夠就是論事的 甚至是交換一些資料啊 交換一些這種就是設計的系統啊等等 我想這件事情就是系統思考的 這件事情是學資訊的人 跟學哲學的人 非常這個注重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能夠 越滲入各種不同其他的領域 我覺得就是越好的事情 有位朋友問說這個他是否做了什麼這個失敗的政策 怎麼大家都不喜歡我 我想就是說任何政策都沒有辦法讓所有的人喜歡 一定會有一小部分的人不喜歡 所以每個政策一個一個做下去 所有那些不喜歡的部分就會累加起來 我們在任何領域上面看到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正當性是從執政那一刻開始 慢慢扣 但是我想就是說任何執政的人也是知道說 他的政治資本就這麼多 那他在任內想要達成的事情 就是靠這些政治資本去完成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求人得人嘛 不然你要我講什麼 OK好 那有一個朋友叫做絕對不是交不到QQ 去說這個人是否真的需要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這個其實是這個每個人都狀況不同的一個問題 我在對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之前 我沒有辦法去這個測試或者去理解到說 你到底多需要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每個人要自己找的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你需不需要一個一件事情 或一個關係 你可能是先測試一下有的情況 跟沒有的情況 然後跟這兩個中間的情況 就叫A-B Testing 就是說你在雙方都有一些數據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很具體的知道 到底需要到什麼程度 它也許不是全有全無的嘛 也許你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遠距啊 或者之類的 我想每個人的狀況都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不需要特別悲觀啦 因為就是現在的每個人的 你看你現在大二嘛 所以平均起來這個平均餘命大概還有60年左右 所以我們這個按照這個目前的趨勢推估起來 這個你終身脫不了裹的機率實際上是蠻小的 所以這個不要放棄治療 沒有 一位朋友說我曾經做過很多的工作 那我自己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自己覺得自己在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我對自己的定位其實就是一個通道 一個channel 就是說或者一個catalyst 一個觸媒 我們在化學上面 觸媒就是一個化學結構 那它可以讓本來不起反應的一些不同的元素 中間能夠比較快速的 比較有活力的起一些反應 但是觸媒本身其實是不改變的 那所以當它起了這個反應之後 出門就可以繼續去做各種不同的catalyst的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自己的一個興趣 就是認識跟我越不一樣越好的人 所以我想我還蠻適合做這個角色 那而且我不會試圖去改變大家 我只是說我會邀請大家去想像 或者去認識一些大家可能沒有想像或認識過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讓越來越多的人之間 能夠彼此達到了解達到認識 那如果大家能夠達到共好 那當然更好 但是至少能夠彼此了解 就不會把對方妖魔化或者是非人化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更正視彼此的人性吧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工作 我有朋友說這個可以談一下 關於性別認同的看法 我想唐鳳的性別就是唐鳳這個 這個只要是有看特定的漫畫的 應該都非常能夠了解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現在在年輕的這一輩裡面 這個其實是一個主流的看法 就是每個人他的性別表現 甚至每天的性別表現 是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台灣可能是亞洲唯一一個大部分人 是能夠接受 不一定完全同意 但是能夠接受這種想法的地方 那我自己是很珍惜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位朋友問說明明都是大學生 為什麼作業還這麼多 那我想這個是可以跟老師進行协商的 但是我沒有當大學生的經驗 所以我有旁聽 可是教授出了作業 我基本上就是挑自己喜歡的作 那因為旁聽生 我不切答什麼 那所以就是說 我想大家在這個就是求學過程裡面 對於作業的意義等等 其實我想很多老師是很願意 能夠用平等的方式去進行討論的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討論 如果是第一個討論的人 會覺得是強出頭的話 也不妨考慮一些匿名的方式 大概是這樣 有位朋友說在矽谷的收入那麼高 為什麼想要回到台灣 好好的問題 我其實一直都在台灣 我都一直都住在台灣 那我在矽谷公司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從台灣用遠距的方法 開機器人 開FaceTime 開視訊 然後我可能半夜11點 就是矽谷那邊 大家剛上班的時候 大家Stand up 開一個小時的會 再多也不行 因為我要睡了 那大家派一些工作去做 那做完之後他們就可以下班了 那我醒來之後 就慢慢看他們的工作 我一直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進行工作 所以就可以享受台灣的美食 這個跟家庭的關係等等 但是一方面又領矽谷的薪水 所以這個確實是相當好的情況 叫做Digital Nomad 所以我並不是因為很愛矽谷 所以在矽谷工作 而且我在做的這個題目 就是網路社會學這個題目 Social Network這個題目 確實你要做這個題目的話 矽谷是最多公司 能夠做這個題目的公司 不管是我之前工作的Social Tax 或者是像Apple Facebook Amazon 每一家Microsoft 都是在做這個題目 所以如果你是做這個研究的話 我當然會盡量推薦 你在矽谷的這些公司裡面 去進行工作 那為什麼後來就是我變成顧問了 所以也不需要特別做什麼 就是可以領甘心的這個情況下 還想要投入這個 就是治理上面的一些工作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Social Impact的一個感覺 那Social Impact 我們一般翻成社會影響力 但是影響力好像是influence 就是你在一個現有的社會系統裡面 你要怎麼樣發揮你個人的影響力 但是Social Impact 它我覺得本來應該翻成社會衝擊力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用一些新的方法 一些新的技術 一些新的想事情的想像力的一些方法 去讓大家本來以為是弱勢的 反而可以發生 大家本來以為是沒有公共參與的空間的 把這個空間能夠創造出來 大家覺得本來不可能對話的 一定是矛盾的 把它加以統合等等 那這個Social Impact 其實大部分在矽谷工作的朋友們 工作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錢賺再多也沒有什麼差別了 這個程度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那人活著還是去做一些Social Impact 那因為我自己一直是做自由軟體 做Open Source 所以本來Social Impact 就是我工作的目的 所以當現在就是行政院 願意等於用納稅員的錢 讓我不要去接別的全職的 別的公司的案子 而是能夠專心的去在這個場域裡面 跟大家一起去實驗各種 就事論事的共識凝結的 對話的這個方式 對我來講我還是在做一樣的研究題目 而且這個題目它是比較純粹的 我不需要再去想說可以賣多少台iPad 或者這些別的Button Line 我可以專注在公共利益的這個Button Line裡面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工作環境是比較好的 因為朋友說這樣的系統 好像只有一開始敢問問題的人 比較容易回答到 後面問問題的人需要問得很好 才能夠得到票很高被看到 可是你不就被看到了嗎? 你覺得可以怎麼樣改善呢? 我覺得這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它本來就是在獎勵 一開始願意提問題的人 這叫帶風向 任何留言系統它只要不能彼此回應 帶風向一定都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前 我就會就是可能在致詞前 我就會先說大家趕快先上來提一些問題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initiative 就是碰到一個自己陌生的環境 然後你又願意搶先去用 這個東西是值得鼓勵的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需要改善 我覺得這個是by design 這個是feature 不是bug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這樣其他後面沒有問到怎麼辦 通常大概到這個時候 我就會進入快問快答的模式 就是我就會不把問題念出來了 把問題念出來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在接下來我就會可能 十分鐘的時間用快問快答的方式 來處理接下來的問題 大概有122個 所以大概沒有辦法處理完 我從來沒有過bitcoin 我有bitcoin address 但是我在2012、2013年開始說 我一小時以比特幣的時候 沒有公司有能力付我比特幣 所以他們都是以當時的匯率 轉成美金、轉成英鎊、轉成台幣給我 所以我的時薪就不斷的上漲 但是事實上我一直沒有領過比特幣 而且我在入閣的時候 把那個private address也丟掉了 所以目前就是我也沒有辦法使用比特幣 所以我這整套做一小時以比特幣 基本上就是幫比特幣做一個活動的宣傳而已 大概是這樣 各個部會是不是考公務人員才進去的 我有兩位基要秘書是政治任命 他是直接過來的 然後有六位朋友 他是從職策會的一個 跟國發會合作的計劃過來的 那這是兩個非考公務員的這個部分 那所有其他的另外大概快十位朋友 都是有一般的公務員 每個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嚴格來講 所有四五十位朋友都是公務員 那他們是怎麼樣接觸到我的呢 有的是看到我們在PTT的 Public 7版貼的這個偵才的訊息 然後有的是就是本來就認識 我是朋友的朋友等等 他想要做開放政府 不太說服了他的長官 所以他戒雕過來等等 所以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辦公室的PT的工作 當然最近還有各種這個實習見習的這個大專的朋友 有位朋友說這個那麼聰明會覺得收招的人都是低能而外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了 就是說每個人是有自己發展的方向 所以說在你自己發展的方向 除非你的發展方向就是說 你這個你好想學唐鳳 想要變成跟唐鳳一模一樣 那這種狀況下你一定輸我一定贏 那但是就是請不要做這種事情 每個人在自己發展方向裡面 都是他的那個維度的最好的 那並沒有低能高能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剛好我們的維度中間有一些重疊 有一些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我們就一起做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只是因為大家跟我不像 大家就是低能而有 這種想法就是叫做自戀狂 我並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學歷就會確實到這麼多人重用 起出什麼轉機或什麼實際能力 我剛才已經說不要把問題念出來 Anyway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他必須要我去蘋果工作 那是因為我們在IRC 就是一個聊天室的一個頻道上面 一個叫做Pearl的語言的頻道 那當時我上這個頻道 就有幫忙維護那個頻道一個聊天機器人 它就有點像是早期的Siri那樣的東西 那那個機器人的這個主要的作者 跟我就一直在維護這個頻道的聊天機器人 他叫Kevin Lenzo 我們大概2001年就開始一起合作 後來寫Pearl 6啊等等等等 那後來到了2010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等於這樣子認識一起工作快十年了 那Kevin就馬上寫個email來說 他想要把他的博士學位完成 然後呢所以呢他在蘋果帶一群人 那他希望我來幫他帶這一群人 所以我就去蘋果幫他帶這一群人 也就是說我們在自由人體界 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工作來彼此認識的 誰都非常清楚誰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做什麼 所以中間也沒有什麼interview 也不需要協力也不需要什麼東西 你在社群裡面的貢獻 整個社群都能夠看得到 因為一切都是透明的嘛 所以從Kevin的角度來看 他完全知道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幫他帶一下 那我也幫他帶了快六年 那他博士論文最近出了恭喜他 所以他就會去蘋果繼續帶他的這個team 那對我們來講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們不會覺得說你是用別的東西來judge 不管你的人種還是什麼別的 你就是靠你的貢獻來彼此認識 有個朋友說請問唐委員要怎麼樣 有系統的來這個自學程式 基本上就是挑一個你關心的社會問題 或者一個題目然後去解決 像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寫Hello Ruby的Linda Lucas 他說他辦一個工作房去教Arduino Arduino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硬體的板子 那他教的就是好比像一個年輕的媽媽 他為什麼學這個呢 是因為他想要做一個記步器 這個記步器是連到他帶的一個手環上面 那這個手環能夠讓他的小孩 能夠在一個這個LED顯示裡面 知道媽媽離家裡有幾步 那這樣子的話小孩就不會哭鬧 因為他會看到這個媽媽一步一步一步的 正在走進家裡 然後一開門的時候這個記步器就要零 所以他跟他的小孩關係就變得比較好 因為他寫了這個Arduino的程式 這個程式非常好寫 這其實不難寫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提供他這個學習的動機 所以他就可以很有系統的把中間需要的每一個部分 都去學到 所以我覺得這種所謂的problem-solving-based learning 這個我覺得還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有一個沉浸式的一個環境 然後有一個參與式的一個社群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請問遊戲設計有未來嗎 當然有未來 而且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相信大家已經發現了吧 把民主制度設計成比較好玩的事情 而不是你四年才能玩一次 然後有一半的人輸掉等那種東西 這個遊戲真的一點都不好 我講一講也覺得不好玩 所以我們試著就是把這裡面他參加的頻率增加 可以有一些比較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參加之後覺得說我真的有一些貢獻 然後等等這些部分 所以一切都有遊戲設計的成分在裡面 不用擔心 遊戲設計的一個未來 如果鼓勵起不了作用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去陪伴 去傾聽 因為你一直鼓勵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聽到他真正的一個狀態 那反而是說你跟他相處 然後傾聽 然後不要特別做什麼 不要特別鼓勵他去做什麼的時候 他自己的那個自發性 比較會有空間去成長起來 這個好巧耶 我也是唐豐 這十五位朋友都是唐豐 人人都是數位政委 數位政委就是有好幾位政委 這個立法院的八邊黨 我想剛剛已經討論過了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制度上面 他目前需要跟媒體去做這樣子一個配合 有位朋友問我說 覺得現任總統是不是有辦法連任 我其實不是很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說目前的他的Political Capital 是非常非常有策略的在使用的 就是他有一個很明確的就是他要做到哪些事情 那他非常緊密的在跟行政院合作 然後確定把他當年這個選舉的證件都能夠兌現 這個我剛剛回答過了 有位朋友問說唐豐跟JSERF誰比較強 剛好我們的專精的領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就是說程式語言設計啊 或者是我之前做的這些東西 當然JSERF他是能夠有一些貢獻 那他做的那些事情 跟不管是跟引體比較近的 或者他最近在做IOTA 做Tango 做這些演算法設計的 就是比較區塊的 分散式帳本 但是這些部分本來就不是我的強項 所以其實並沒有這個誰比較強的問題 每個人有不同的發展的這個維度 我想跟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說 我的focus是放在學習上 不是放在教育上 那我一直對教育的感覺就是說 教育就是陪伴學習者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學習者有學習的動力的話 那教育他不是去硬教 而是去首先不要擋路 然後接下來能夠有所陪伴 那這個態度也影響 好比像說我對治理的態度 我覺得政府對於各種創新也是不要擋路 然後有所陪伴 那我在每一個基本上題目上面都是用這樣子來做 有位朋友想要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來有效的跨領域的學習 我會舉一個例子叫做蒙典 蒙典其實是跨領域 我目前有主持過的計畫裡面 比較清楚的一個例子 因為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裡面 不只是這個語文的專業 它也還包含這個就是資訊的專業 設計的專業 然後如何透過資料的這個檢索 然後讓東西能夠比較清楚的被發現的專業 然後如何運用群眾協作的試算表 這種比較像是管理的專業 然後如何讓大家有粗略的共識 然後各做各的事情彼此都不要擋路 等等的這一些這個比較像是inspiration leadership的專業 它裡面會處理到合理使用 所以有學校法律的專業 然後還有各種不同文化的專業 因為接下來就是包含客家化 然後各種各樣的原住民族的語言 都來找蒙典討論 然後接下來又會有公共行政的專業 所以所有這些它都引導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在以前都是覺得說 一群人你要先彼此認識才能一起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個問題是說每一個新的人要進來的時候 他都要先認識旁邊的所有其他人 這個成本會越來越高 而且一個房間裡面到20人的時候 基本上每個人沒有辦法都講到話 所以這個是合作模式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常常就會出現說一邊的聲音壓過另外一邊 這是以前subversion 希望大家已經不記得這個版本控制系統的一個邏輯 但是我們現在大家如果寫程式都是用git的這個邏輯 簡單來講就是每個人做自己要做的 每個人都可以分叉 如果有一些好主意的話 就會被大家所接手 然後又會合併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點對點的創新 每個人在創新的時候只要爭取他的使用者的認同 而不需要爭取所有其他人的這個意見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變成協作的基礎 那這個協作的基礎又會變成 像這個是行銷的專業 因為我們弄了一個字圖的產生器 讓那些沒有辦法找到圖去配文字的小編 都可以去這個有效的使用盲點來當作他們的就是分享的圖啊等等 還可以去選各種不同開放的字型 也就是說當你不預設誰才能跟你合作的時候 你就是進入一個協作的狀態 那因為我們都拋棄掉自己的著作權 所以會一直捲動不同的人 然後一直達到跨領域的這個協作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跨領域的這個回答 好 那有位朋友說這個感覺我做了不少革新的事情 他為什麼感覺政府沒有什麼進步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 還沒有到達就是你想像中期待的那個程度 我們現在做的所有這些事情 它都是有英文叫做prefigurative politics 就是說我們想要政治怎麼樣 我們就自己來這樣子做 甘地說成為你想要看到的改變嘛 那但是呢我們能夠捲動的 確實目前可能25個協作的案子 也許有七八個案子有政策履歷 它在行政院每天處理的上百案裡面 仍然是相對少數 但是當我們釋出了一些方法 我們在每個部會有聯絡人慢慢擴散的時候 這個東西慢慢我想就會越來越讓大家感覺到 那這當然是需要時間的 好 那我們就準時結束 那現在是這個3點10分 那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問題 有120個問題可能就沒有辦法在這邊這個回答了 那但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問了許多相當相當好的問題 我們就停在這個問題上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阿霏三 謝謝自己 倔來 ied